但是其实怎么做到又帅又搞笑的 手动吸灯真的有被笑到 等会儿等会儿 可不可以吸个灯啊 不要不要 哎 吸灯了 吸灯了 这不就是妥妥的哑巴吸狼吗 我们海鱼链吧 海鱼链吧 海鱼链谁都不能玩摇滚板啊 你摇吧我滚了 你摇吧我滚了 快男那时候唱多少歌啊 我可是真情实感追着你的快男呢 你还得说看着我快男长大的呢 看着我快男长大的呢 上一秒还是个花美男 下一秒一开口 想要帮增比特打蚊子 就耗了一大把头发 哎呀 哎呀 我掉了一把 有点感情但是不多 你难就难在什么 我不觉得难听啊 你可能唱的不专业 但不专业不代表难听啊 那你粉丝会说你唱的难听吗 不会啊 你粉丝也会说你唱的好听啊 难听 可以自信 但不要盲目自信 现在总结下来吧 首先要建立自信 我唱的就是最好 那倒也不用盲目自信 自己损自己可还行 在重新唱这首歌之前 我就听了一下 一三年我唱的那个版本 当时好油啊 直接眉眼看 别给他的自信啊 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好感啊 这个舞台就像一个party一样 没带而晚啊 假唱假唱啊 自我定位也是非常清晰 我刷鞋 我刷鞋刷的表 哥哥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就是我本来就是来当小弟的 不懂就问 咱哥是第一次进城吗 这是后海吗 这是啊 上海前海后海 这就是后海子 啊 竟然是冻出兵了 对啊 你怎么好像没进过城里啊 你不是没有进过城里 没有来过这么洋气的地方 半时期有一点震撼 但是不懂 怎么没反应 该不会是梦游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亲了一下 然后女生凑上去了 看着是到底是装的还是怎么的 然后扒亲了一口 应该是这样 这个剧情发展后面是一巴掌的话 前面一定不会删那一巴掌 三一巴掌没什么不可啊 只要亲完之后再给一巴掌 最终答案 该不会是梦游了吧 来吧 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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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了根头发呀